為了招募人才 臺積電 昨天直接把特製的行動面試車 開進臺大校園 鎖定明年畢業的碩士及博士 預計開出一千五百個職缺 而包括鴻海等科技大廠 也陸續展開真材活動 玩著超大扭蛋機 看看能扭到什麼東西 如果不說還以為這裡是遊戲場所 其實這是臺積電為了校園增臺 特製的行動面試車 14號開進臺大校園增才 由於臺灣的半導體產業 全球居於領先地位 為了招募人才 14號在臺大舉行面試 鎖定電子電機光電等的理工系所 明年畢業的在學碩士博士生 針對明年2023年即將畢業的碩士生 我們正式啟動一系列的預聘計畫 那我們預計招募超過一千五百人 所以鼓勵相關理工科系的同學 能夠盡早投地履歷 臺積電希望透過這樣的交流活動 讓學生更能識臺積電 這次預計開出一千五百個職缺 找尋適合研發 營運或策略方面的人才 未來取得聘書 還能拿到特別的禮物包 而碩士學歷 年薪更可能上看兩百萬元 我現在學半導體學這麼久了 對 算是一個符合自己興趣 跟技能的工作這樣子 聽說他們就是一個基本的薪資 然後就是這算是公定價吧 對然後碩士一個起薪 而臺積電這波真財 從財大出發 未來還會在陽明交大 清大等大學進行 像臺大這場 除了明年將畢業的博碩士生 來面試外 不少外籍生也想爭取 實習或是工作機會 人資專家強調 半導體業擴充快速 卻也面臨缺工問題 以及外國來臺挖角的情況 為了儲備人才才會提早徵人 不只台積電 像是鴻海 也展開線上校園徵才 情有意願的學生 透過線上投履利的方式 爭取面試機會 記得陳嘉欣 謝震寧 特別報導